若有两个女儿的修杰佳 表示太太贾正文 之前因为忙于拍戏 所以很多家头世母都要由自己处理 不知道是不是习惯了这个生活模式 当贾正文下厨时 大女儿竟然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我晚上有事我就不在家 然后静雯在家 然后我就跟伯伯说 爸爸晚上要出去 然后晚上我就不做饭了 吃妈妈做饭 然后伯伯就跟我说 可是我有点紧张 他就说 妈妈做饭他有点紧张 他后来我跟他讲 他就有点 就问伯伯说你紧张 哪一方面紧张 没有伯伯 不正面回答 还是希望晚上可以吃到饭 可是他其实蛮厉害的 小朋友还是会跟他点餐 所以你也会紧张 我也是有点紧张 对 好坏 其实修杰家绝对是24校的爸爸 即使工作多忙都好 都会抽时间陪女女玩 也都会花心思去讲故事 哄他们开心 把他们可能小孩子发生的事情 也把他变成故事的一个环节 他们就会觉得自己跟那个故事里面角色很像 那他们会不会听故事听到你 就是想要玩一些别的 还是会给我一些面子 对 就是还是会听得下去 但我觉得小朋友很有意思是 他们会喜欢听一样的故事 他们会觉得有一种熟悉感 然后他们可以每天都听一样的 所以目前为止还算蛮给面子 还没有说不喜欢听 修杰家又说小女非常百严 最喜欢玩枕头大战 搞到整间房暖七八糟 而且女劝不改 所以都觉得很无奈啊 感谢观看